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一個花枝小教室 那其實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為這個 我們的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的訂閱數已經突破200人了 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 所以呢為了要回饋大家呢 我在想前一陣子就在想說 開放那個歡樂期待 讓大家一起進來玩的時候就會發現 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朋友都進來 也有就是平常沒有在打RANK真劍的 就是大家都會用玩土地模式也會很開心 但是也會有很多朋友對期待有興趣 但其實還是沒有很了解說這個遊戲到底 某些模式到底在進行什麼 所以呢我就想說 從這搶地搶魚搶塔跟蛤蜊這裡面 我想要找一個來講解一下就是 模式裡面的一些小地方一些小東西 那我想一想去最後我覺得還是來講蛤蜊好了 因為我覺得蛤蜊是比較即時的 然後它 要注意到的東西還蠻多的 然後因為我自己剛開始在玩蛤蜊的時候就有發現 我其實不知道怎麼丟蛤蜊 就是我吃到小蛤蜊變成大球以後 然後我也不知道要幹嘛之類的 就是我看到球門大家好像一直丟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麼丟 就是我發現蛤蜊會讓人蠻疑惑的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先從這個地方開始好了 好 那適不遺迟我們就開始吧 好的 那第一個就是 呃我要分享了 我有分享好幾個小點 第一個就是十顆小蛤蜊會變成一顆橄欖球 那小蛤蜊呢就是 它會在地圖上隨機出現 呃不是隨機出現 它在地圖上固定的地方會出現一次是四顆 就會像這樣子 然後它會發光 你在小地圖上可以看到 它會發光就是會在哪裡可以吃到它這樣 那 就是說 呃我們頭上都會有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是你自己目前吃到的幾個蛤蜊 如果你吃到十顆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顆大的橄欖球 就會像這樣 九顆 十顆 好它就會這樣變成一顆大的橄欖球 這樣子你就會 就可以去 投那個球門 等一下後面會講到你就可以開 你就可以把那個球門打開 你就可以開始投蛤蜊 好的 好 然後球門呢 就是在一開始的地圖 你都會看到兩個大大的圓形的 這個就是球門 就是把蛤蜊 把這個大的橄欖球往那個球門丟 就對了 然後要按什麼丟呢 就是你吃到了以後啊 你下面會有一個小標示 它會按叫你按A 就是這個 我當初就是它有顯示 但是我還是不知道 沒有仔細看 就是按A就可以把大的橄欖球丟出去 也可以把小蛤蜊丟出去 你按住 你按住 A 它就會出現那個 丟負武器的那個拋物線 就是可以把球丟出去這樣 對 那 第二個點就是說呢 如果你把球丟掉 它放太久其實是會消失的喔 對 因為 呃 它不像是我們被敵人丟了 球之後 球關起來會有一個復活球掉下來 那一個是沒有人撿的話 它就不會消失 可是這個是你放太久它就會消失 如果你放著的話就會開始閃 閃一閃一閃一閃就消失 那那個 時刻隔離就會不見 對 它就會不見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你拿到球 全世界都會知道 因為拿到球的時候 其實你身上的那個橄欖球它是會發光 在小地圖上也是會發光 就是會像這個 敵方的這個圖示一樣 所有的人都會知道你拿球 你就會變成一個很明顯的標的 所以 除非是要進攻 或者是你是故意要吸引敵人 不然就是 建議是不要一直把球帶在身上 就是這樣 就是 你在地圖上 如果你不開小地圖 在玩遊戲的這個畫面裡面 就會看到這個大圖示在各個角落 它可能就會 它就會像這樣 就會告訴你說 喔 球在這裡 這裡有人有拿一顆球 之類的 這樣子 好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它就會告訴你說 按A 就可以把球丟進去了 但我之前就是 就是沒發現 就像這樣 你在小地圖上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裡會有一個標示 就是代表著 那一 現在的球在這裡 那如果有人拿起來它就會發光 應該是我記得是會發光的 然後這個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黃色的小亮點 就是小蛤蜊 小蛤蜊出現的地方 好的 好接下來這個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就是 呃 拿到球的時候 這是現在是敵方拿到球 所以這邊就會在地圖上就亮成 你就會知道它在那 雖然說你不知道遠近 可是你會知道那個方位這樣 那 在這裡也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這個現在看到的畫面是 就是 針見模式 RANK的時候會看到的 這一個是我方的分數表 那這個是敵方的分數表 那 左邊右邊都會 各有兩個這個數字 這個很重要 這一個代表的是我方的 總蛤蜊數 這個代表的是敵方的總蛤蜊數 那這兩個很重要就是說 如果假設地圖是這樣 我把它清掉 假設地圖是這樣好了 然後譬如說球門在這裡 那如果敵方的蛤蜊數現在已經有到譬如說20了 那 有的時候我們 因為玩蛤蜊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後面也會講到就是大部分會有 可能會有偷襲的這種情況 就是你帶好球 非要 你的隊友那邊去偷偷投球 或是你偷偷潛伏在這個地方 想要讓叫隊友過來 可是這個其實都要看 蛤蜊數這件事情 如果說敵方蛤蜊數很高 我方蛤蜊數 比如說只有2 然後這人家已經20 然後你還躲在這裡 要你的隊友過來的話 那 在這個位置上是非常危險 因為敵人可能都已經要準備要前進了 所以蛤蜊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他不只是要吃蛤蜊啊 積橄欖球啊 你還要看場上的動向 然後蛤蜊數 然後跟隊友做一個搭配這樣子 對 就是有很多地方要注意 那這個現在這邊 右邊這裡就有一個綠色 這個就是我方吃到球 然後他就會 他就亮 他就旁邊會亮一圈 然後告訴你說 欸這裡有一顆 這裡 呃他的位置在這裡 那像這個 沒有亮一圈就表示敵人的球在這 可是沒有人撿 就是他是地上 所以就是比較不具威脅 但是還算是有點威脅 然後他也會閃 那 再來就是說 帶球 或是吃 吃蛤蜊 就是你吃小的蛤蜊 或是你帶橄欖球 你飛回家的時候 其實是 你的蛤蜊會破 會碎掉 就是會消失的 就會像這樣 那這個就是要注意 因為有的時候 你可能會 你可能會需要 譬如說我現在要趕快回家防守 因為敵人攻過來 那你要記得你是要飛你的隊友 不能飛回家裡 那飛回家裡 因為飛回家裡會碎掉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飛回家裡碎掉 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在譬如說 我們現在是贏的狀態 那時間快結束了 但是我身上又有蛤蜊 那一個做法就是把它丟到海裡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飛回家 讓蛤蜊碎掉 不要讓對方吃 因為這個遊戲就是吃蛤蜊 然後集成橄欖球 然後去丟別人家裡 但是如果場上的蛤蜊都被吃掉的話 那就變成說你就沒辦法進攻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小技巧之一 那現在就是示範帶著球飛回家 好 球就不見了 因為我有好幾次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球就不見了 好 然後下一個就是球門呢 這個就是球門 圓形這個 在對方家 通常都是在對方家 那球門呢 就是一定要 丟大橄欖球 把它打開以後 你才可以丟小蛤蜊 因為這個遊戲是 這個模式是 開門之後才是重點 因為你 你把大橄欖球丟進去以後 他的球門打開了 然後 可是如果你沒有繼續丟小蛤蜊的話 那你對對方造成傷害其實沒有很高 你反而還會造成 就是說對方可以得到一個 所謂的復仇球這件事情 我們來 等一下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顆橄欖球 對方的橄欖球 他立在這裡 那一開始就在旁邊喔 這個是如果我們先前已經先 把對方家的球門打開的情況下 他打開了 然後關起來之後 他就會掉一個復仇球 這就是讓敵方進行 反攻的時候的一個 大橄欖球的機會 所以等於說 如果你今天 你丟進去 然後 你的隊友也沒有持續在丟 好 球門打開 好 就是可能扣了20分 你可能拿了20分 然後球門就關起來了 那關起來之後 你沒有繼續進攻 你反而 讓對方多了一顆 可以進攻的橄欖球 所以其實在 要選擇進攻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都要仔細的考慮一下 這就是 我覺得蛤蜊好玩的地方啊 好 那這個就是 打開以後它就會變成這樣 裡面就會有很多網子啊 裡面有很多小蛤蜊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從 就可以往裡面丟小蛤蜊這樣 對 好 然後就是 球門一定要打開的情況下 才可以丟小蛤蜊 如果沒有打開的情況下 會怎麼樣呢 就是你丟的時候它會彈出來 因為那個 它的那個皮沒有 沒有被打破這樣 對 這樣就沒有意義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 身上有蛤蜊時 吃到球 應該是吃到球 會噴掉所有的小蛤蜊 我剛剛身上有兩顆 所以我現在吃到大顆的時候 它 兩顆就會噴掉 因為一個人身上最多 就是帶一個大的橄欖球 也是等於十個蛤蜊 意思是一樣 十個小蛤蜊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等於說如果我現在吃到 那我原本身上那兩顆它就會彈出來 然後你就把它丟掉 你就可以再吃了 然後 那如果譬如說像現在這個情況 我現在身上有六顆 然後我眼前有四顆 我吃完就會變成一顆大球 可是我旁邊還有一顆球 它已經快消失了怎麼辦 恩 你也可以吃了 你也可以現在就去吃這顆球 那你身上六顆就會噴開 可是那六顆噴開它是 就是會以環狀的方式噴開 譬如說如果你人在這裡 它就會變成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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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開 那我會覺得如果譬如說它才剛開始閃遞一下的話 你可以先趕快去吃成一顆球 然後再趕快吃另外一顆球 趕快丟掉趕快吃另外一顆球 那這樣就有辦法運球 你就可以一次運兩顆 運球就是 你就是把球丟出去再去吃它這樣 因為有的時候可能 你的隊友 他是前線 他可能吃到球以後 他不想要拿著球變成標的 他可能會把球往後丟 但這時候如果你剛好又吃到球 你旁邊又沒有隊友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用這種方式運球 把球往前運 或是往家裡運 因為我之前有玩過一場就是 呃隊友不小心在家裡附近死掉了 那我身上也有一顆 可是我覺得這兩顆球 應該都可以救到 我就把球運回家 讓其他隊友拿到這樣 對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運球 那球消失的話要怎麼救 呃如果球消失了 快要消失了要怎麼救 就是 因為你去吃它你是吃不到 因為你身上已經帶了一顆球 你就把球丟掉了 就跟剛剛講一樣 對你這樣就有辦法把那顆球救回來 對 好 然後球門關起來要等滿久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 對方家的球門被我們打開了 那 我現在快要吃到一顆球了 我終於吃到一顆球 然後我快前進 結果那個球門關起來了 這個時候就不建議在球門下繼續等 因為基於這個公平的原則 這個他會有一個機制 球 那個球門會過滿久才會下來 絕對都是敵人已經復活 或是回家可以攻擊你 所以這種情況最好建議是 回家 跟隊友 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再觸發 他就會 他就會像現在這樣 卡在這裡卡很久 然後其實經過好幾秒 那個敵人可能都已經出來要攻擊你了 除非對方 全部都死 在這個時候全部都死了 對 所以 就是不要在球門下等 因為這個時候很有可能你會死掉 球又不見 那即時非隊友 雷達這件事情呢 就是說 我們吃到一個蛤蜊 因為蛤蜊其實 就是蠻建議大家要 時不時的就按X這個鈕 來看小地圖喔 因為你要隨時觀察一下 呃 剛剛我們說的總蛤蜊數之外 你還要看一下你的隊友在哪 假設這個是隊友 現在插雷達的地方是隊友 或者是雷達 那我們吃到一個足夠量的蛤蜊數 隊友可能會叫 可能會說 This way 或是Common之類的 那我們就要適時的看一下他在哪一個位置 記住他的方位 然後飛過去 好比如說 我現在飛到隊友這邊來了 然後 欸剛好這裡也有一顆球 或是隊友傳球給我 那我馬上就可以進行進攻 我就可以不用從剛剛那個地方 這樣慢慢游過去這樣 好比如說我現在吃到球了 OK我在家裡附近 然後我看到隊友 那我就飛過去 飛過去 然後丟 這些都是 就是蛤蜊在進攻上的一些技巧 那適時的傳球給隊友 就是說 你要看一下 自己頭上的這個蛤蜊數 跟你隊友頭上的蛤蜊數 比如說如果你隊友頭上的蛤蜊數 有6 7 8 9 然後你自己有3的話 那你當然是把球傳給他們 你把蛤蜊丟給他們 讓他們擊撐球可以去進攻 因為我之前也有遇過就是 呃 呃 隊友是9顆 然後我行2顆 然後我想要丟給他 結果我丟給他 然後他也丟給我 那因為事實上其實我應該要丟給他 但是他可能 我們的那個觀念沒有很好的時候 就是互丟造成的浪費很多時間 可能敵人都回來防守了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前線的隊友已經往前去投球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不一定要參與到前線 我們其實可以把蛤蜊往這個 戰區裡面丟 讓他們去進攻就好了 對就是這樣 就是往裡面送就好了 這樣我們就不用參與到前線 可能會一直死掉 那再來就是 9顆往前投1顆 就是 因為吃到大顆的感染球 你會變成一個明顯的標的嘛 那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想要偷偷的進攻 又不想要被別人發現的時候 當然你吃到1顆大蛤蜊 你可以往前丟 可是大家就會知道那裡已經有一顆球 這時候你就把 你身上的蛤蜊 往裡面丟 然後再去吃 好 往裡面丟 然後吃到9顆 然後再吃 變成大蛤蜊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已經在對方家附近 當敵人發現的時候 可能也已經來不及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進行一波 很完美的攻擊 然後再來是敵方與我方的蛤蜊樹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這個 敵方與我方的蛤蜊樹 這樣 好 那再來要講 要解釋的就是蛤蜊 丟進球門以後的分數 大的橄欖球呢 是20分 丟進去以後是20分 也就是說 針劍模式就是在玩這個 就是這兩個分數 誰先歸零 誰就贏了 那小蛤蜊一顆是3分 好 剛剛已經丟進一個大的 所以它會變成80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間有一個倒數的時間 這個時間如果倒數完的話 球門就會關起來 那有沒有辦法延長 可以 你只要丟蛤蜊 它就會延長 一段時間 它丟它就會延長 然後一次扣3分這樣 所以 這也會有一個很有趣的技巧 就是說 如果現在我是前線 然後比如說現在這裡都沒有 呃 我的隊友的話 這時候我可以 丟一顆 然後等那個倒數計時這樣 跑跑跑跑 那時候我再丟 就是因為這樣時間就會慢慢延長 你就不用一次把它全部丟完 這樣子 等隊友的過來 我們還可以一直再丟 因為蛤蜊這個模式講的還是 一個 開門之後的進攻 才是比較重要的 好 延長開門時間就是這樣 就是剛剛已經快關了 然後我才丟 然後把它慢慢延長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時候 呃 已經沒有蛤蜊可以丟了 然後倒數時間完了 然後它就會關起來 關起來以後 它就會有一個加石 加石這個就是為了要 就是一個公平的機制 為了讓雙方都可以處於一個 比較公平的基準點下 不會馬上就結束遊戲 所以 這個加石就變成說 我們再開門 再丟 它會變成加二十 我們必須把這個加石的時間 全部投完 它才會開始 呃 倒扣這個原本的分數 這樣 咦咦 好 然後下一個是什麼呢 好 我就這樣 喔 好 就是這樣 差不多是這樣 欸 那我剛剛那一給其實也不用放那麼長 好的 那 呃 這就是我目前這一次想要分享的花枝小教士 然後在蛤蜊的部分 我想到 目前有想到有幾個我覺得比較適合給 就是 剛接觸七彈啊 或是譬如說可能對這遊戲有興趣啊 或是對這個模式有興趣 可能想要從土地戰 開始玩一些 爭劍模式的時候 那我覺得蛤蜊是算是比較複雜 所以我覺得先拿出來講一些 基本的一些概念的東西 我覺得感覺還 蠻不錯的 那如果說大家想要對其他模式 或是有什麼更好意見的話 其實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對 然後最重要就是訂閱分享小鈴鐺這件事情了 那還是要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讓我們的訂閱數目前已經突破200人了 那我們還是會繼續努力的 雖然說這是我們的興趣 不是主力在執行這個東西 但是做著做著還是越做越開心啊 還是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那今天的花枝小教室就到這裡囉 期待大家的留言跟建議 就這樣啦 掰掰